一位店主招网红主播带货 没想到带货的主播竟是冒牌货 另一位店主为了获取暴力 竟通过直播间销售假货 两起案件都因为直播带货 一个欺骗商家 一个欺骗消费者 对于这种新兴的销售模式 我们该如何避免上当 直播带货陷阱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是今天的案例讲述人琪琪 一天晚上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黄春艳 正焦急地看一位女主播的直播 黄春艳是一家手工饰品店的老板 之所以焦急 是因为她已事先跟这位女主播约定好 今晚女主播要帮她带货 为此黄春艳准备了上百件产品 可女主播似乎忘了此事 一直都在推荐别家的产品 直到将要下线也没展示一件黄春艳的产品 黄春艳非常气愤 在直播间留言 怒斥女主播不守信用 没想到女主播看了之后 不但不承认两个人之间有约定 还说黄春艳精神不好 然后就关了直播 黄春艳更加气愤了 又通过微信联系女主播 没想到这次女主播竟然改口说 当晚把帮黄春艳带货的事给忘了 一会儿不承认有直播带货约定 一会儿又说忘了 莫非这女主播脑袋有毛病 还是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呢 想到这儿 黄春艳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心想 自己该不会是上当受骗了吧 就在黄春艳疑惑之际 女主播又发了信息 要求黄春艳再交 两千元直播保证金 说她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每晚都帮黄春艳直播带货 预计订单会达上千单 黄春艳虽然动心 可此时她已经对这位女主播 起了疑心 于是跟对方说 交钱可以 但要视频通话 以确定其主播身份 对方一听说要视频连线 马上就结束了对话 不一会儿还注销了微信 此时黄春艳觉得 自己很可能被骗了 立即报了警 并向民警讲述了被骗经过 黄春艳现年28岁 早年曾在外地一家饰品工厂 工作过几年 去年初回到家乡 开了一家手工饰品店 开店一年多 生意一直都不景气 后来她尝试在网上开店 也没什么效果 黄春艳无聊时 经常刷手机看直播 她经常能见到 网红主播直播带货 一晚上的订单非常可观 于是黄春艳也试着 开了几场直播 结果却没几个人看 黄春艳想找位网红主播 帮自己带货 经过费心寻找 她最后选定了一位 合适的女主播方方 方方年轻漂亮 口齿伶俐 粉丝有上百万 方方经常在直播间 向粉丝推荐一些 彩妆首饰等商品 成交量都非常可观 黄春艳有意找方方合作 在直播间留了几次言 却总不见回复 她非常失望 就在这时 她的微信收到了一条 对方好友验证申请 对方自称是女主播方方 黄春艳开心又惊喜 赶忙添加对方为好友 跟对方聊了起来 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帮黄春艳直播带货的请求 但提出了条件 她让黄春艳 在她网络直播中 PK刷礼物 只要打赏金额排名第一 她就帮忙 黄春艳心想 这个打赏排名第一 并没有个定数 万一有人太过豪爽 打赏个十万八万的 自己可跟不起 还不如直接给点钱省事 于是黄春艳提出 直接给对方转账三千元 作为直播定金 并许诺按直播销售额的 百分之二十 给主播提佣金 对方听后爽快答应 就这样两个人在微信上 商定了此事 黄春艳随后通过微信 向对方转账了三千元 紧接着黄春艳又按对方 提供的地址 给对方邮寄了几件 饰品样品 然后又备了一百多件商品 做完这些 她再次联系对方 商量直播带货事宜 对方称当晚就可以直播 不过她不放心商品的质量 担心客户购买之后投诉 有损她的信誉 需要黄春艳 再交五千元的质量保证金 心急的黄春艳没多想 当即又给对方转账五千元 当晚黄春艳满怀期待地 等着方方直播 畅想着自己的视频 经方方推荐后 被粉丝疯狂购买 自己大赚特赚 却没想到方方一整晚 都没有展示一件自己的商品 黄春艳大失所望 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她先是在直播间 质问女主播方方 后又到微信里质问 发现两者的回答不同 于是对微信中 自称是女主播方方的人 起了疑心 在对方又要求交保证金时 黄春艳提出视频通话 结果对方直接将微信注销了 意识到上当受骗 黄春艳随即报了警 为了找到这个骗子 民警费了一番功夫 因为骗子的微信号是买的 邮寄地址和电话都是假的 最后民警根据微信号的买卖信息 顺腾摸瓜 找到了行骗者 骗子名叫王梅 很快民警将王梅抓获 在证据面前 王梅不得不承认了行骗事实 并向民警讲述了行骗经过 王梅现年32岁 是两个男孩的妈妈 小儿子才刚满半岁 丈夫是普通打工者 收入不高 家里还有房贷和车贷要还 经济压力很大 王梅有心帮丈夫分担压力去赚钱 却无人帮自己看孩子 婆婆已于两年前去世 王梅的母亲有病在身 也帮不了她 不能赚钱 只能省钱 而为了省钱 家里需要买的物品 王梅都选择网购 后来经过多方比较 她觉得一些平台的直播带货 相对物美价廉 王梅一有时间就看直播带货 有便宜的商品就下单 慢慢地 她成了一些带货主播的粉丝 也正因此 她发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王梅偶尔会给主播发私信 却一次没有收到过回复 而她在直播间 经常会看到粉丝抱怨 主播不回私信的留言 王梅认为 主播粉丝太多 私信和留言太多 看不过来也回复不过来 这很正常 有一次 王梅偶然间看到 有人给主播留言说 想找主播带货 还留下了微信号 王梅心想 这条留言 主播大概也不会看到 即便看到 也未必会回复 因为找主播带货的人 太多了 突然 这条留言 让王梅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假冒主播 骗这些 想找主播带货的商家 刚开始产生这个想法时 王梅有些害怕 毕竟骗人钱才是犯法的事 可她转念又一想 自己家目前的近况 光靠丈夫一个人养家 实在困难 如果不想办法弄点钱 小儿子的奶粉都快买不起了 王梅又想 卖货的商家一般都有钱 自己骗他们几千元的直播保证金 对他们而言呢 损失应该不大 而且被骗这件事说出去也不好听 估计一些企业吃点小哑巴亏 也就算了 就这样 王梅抱着侥幸心理 准备冒充主播骗钱 王梅想通过添加商家为微信好友来行骗 可如果用实名注册微信号 一旦被骗的商家报警 警方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 为了不被轻易找到 王梅想到了一个主意 很快 王梅就在网上以每个一百元的价格 买入了几个微信号 接着 王梅又逐一浏览带货主播的留言 发现留有微信号的商家就记录下来 然后冒名主播添加这些商家的微信 黄春艳就是因为求主播方方带货心切 盲目地添加了王梅的微信 王梅冒充主播方方假意答应帮黄春艳直播带货 并提出了让黄春艳在方方的直播间 PK刷礼物的要求 她认为这样做黄春艳就不会怀疑其身份 因为只有真正的主播 才会要求粉丝在自己的直播间刷礼物 果然黄春艳没有怀疑王梅 还直接给了王梅三千元保证金 代替刷礼物 王梅收到钱之后高兴得不得了 紧接着 王梅又假意要求黄春艳邮寄样品 但她给黄春艳的邮寄地址和电话 都是随意编的 她还事先跟黄春艳索要了邮寄单号 一旦看到包裹到了投递阶段 就打电话联系快递员 让快递员帮忙签收 然后将包裹暂时存放在快递点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担心快递员找不到人签收包裹 会打电话给黄春艳 让她的骗局曝光 快递签收以后 王梅又以担心客户投诉为由 向黄春艳索要了质量保证金五千元 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黄春艳看了一晚上主播芳芳的带货直播 却没等到主播推荐自己的商品 于是在直播间质问主播 结果被说成神经病 接着她又在微信上质问王梅 本来王梅已经打算见好就收 拉黑黄春艳 可她见黄春艳这般好骗 又忍不住想再骗点保证金 却没想到黄春艳已经对她起了疑心 还要求视频通话 确定身份 这下王梅慌了 立马注销了跟黄春艳联系的微信 这也让黄春艳最终意识到上当受骗 于是报警 王梅以为 没用自己实名注册的微信联系黄春艳 也没有给黄春艳真实的地址和电话 就不会找到她 却没想到民警最终还是找上了她 随后王梅被捕 经查 王梅通过冒充带货主播 诈骗黄春艳等无名商家 共计4.5万元直播保证金 随后王梅被检察院 以涉嫌电信诈骗提起公诉 法庭上王梅声称 她诈骗对象明确 只是直播间请求与主播合作的商家 是按面教窄 应按一般的诈骗定罪 她所骗取的钱款都在微信内 她自己并没有动过 而且她表示也愿意退赃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人抚养 请求对她适用坏性 那么电信诈骗与一般的诈骗有何区别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电信诈骗 下面我们一起连线河北省成德市律师学会的管文君律师 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实际上我国刑法没有电信诈骗罪这个概念 电信诈骗通常按照诈骗罪论处 所以实质上的电信诈骗就是诈骗罪的一种形式 罪名就是诈骗罪 电信诈骗主要是通过电话 网络和短信方式 编造虚假信息 设置骗局 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 又使受害人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由于电信诈骗相比普通诈骗 视而面广泛 受害人数较多 其危害后果比普通诈骗更为严重 司法实践中 一般会谨慎适用缓刑 版中 网媒通过微信冒充主播 对商家许诺直播带货 以骗取保证金 整个诈骗过程中 都是在网络上完成的 另外 其诈骗所针对的商家也非常广泛 因此 网媒的行为属于电信诈骗 好 谢谢管律师的分析 法院审理后认为 网媒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利用电信网络 骗取他人钱财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且数额巨大 应与惩处 考虑到王媒系初犯 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 最终 法院判处王媒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接到判决 王媒悔不当初 自以为耍小聪明 能骗点钱 结果被判了刑 还被判处罚金 让自家的生活雪上加霜 真是偷鸡不成 十八米 被骗的黄春艳等商家 自此也对网络世界提高了警惕 再不敢轻信 见不着面的陌生人了 王媒冒充网红主播 骗取了多名商家数万元财物 可谓阴险狡猾 而接下来这个案例 主播是真的 且拥有百万粉丝 但是却因为带货 锒铛入狱 这又是怎么一个案件呢 网红女主播为获取暴力 决定铤而走险 赵倩很是动心 思来想去 决定尝试卖一次 没想到 这次尝试 竟一下子卖出了 几十万的销售额 女主播尝到卖假货的甜头 竟组建团队贩卖假货 结果在一次直播时 警察突然出现 团队成员均被检察院 以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提起公诉 法庭上赵倩辩称 她只是帮助商家 介绍假冒商品 并没有制造假冒商品 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那么赵倩和她的团队成员 到底有没有犯罪呢 直播带货陷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天下午 一名网红女主播 正在直播间 给网友推荐服装 忽然直播间闯进来几名 穿制服的民警 进来就给女主播戴上了手铐 说她卖假货 要带她去公安局调查 女主播慌慌忙忙 让助理关了直播 然后辩解说 自己卖的都是正版的名牌服装 不是假货 话音刚落 一位民警 一位民警从垃圾桶里抓出一把被剪掉的衣服标签 质问女主播 既然卖的是正版服装 干嘛要剪掉标签呢 女主播顿时哑口无言 随即低下了头 紧接着 民警就将女主播连同直播间其他五名工作人员一起带回了公安局 直播中的女主播被民警带走 一时间成了网络热点 网友不禁要问 这位网红女主播为什么要卖假货 她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面对民警的讯问 女主播赵茜交代了事情 赵茜今年30岁 以前是名职业模特 两年前她转战网络直播 在某电商平台上开设了直播间 专卖女装和饰品 赵茜有丰富的穿搭技巧 还有一副好身材 什么衣服和首饰穿戴套她的身上都会特别好看 正是如此 她的直播间很快有了人气 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粉丝就超过了一百万 随着粉丝的积累 销售额的提升 赵茜逐渐组建了一个五人团队 五个人分工明确 分别负责进货 售后 粉丝管理等 赵茜原本很注重信誉 对货源把关很严格 只选择质量好的正版货源 这让她拥有不少忠实粉丝 可渐渐地赵茜发现 她的粉丝开始流失 也很难再吸引到新粉丝了 直播间的销售额逐渐下降 赵茜很困惑 开始查找原因 原来随着加入直播的主播 越来越多 主播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 粉丝开始频繁 在各个直播间进行比较 赵茜常听到粉丝问她 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你家卖的 比别人家的贵 赵茜一再跟粉丝解释说 自己家卖的东西 都是正版货 可别的主播 也这般向粉丝保证 赵茜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 毕竟隔着屏幕 粉丝很难区分真假 只好更加在意价格了 另外还有很多粉丝 总想着花尽量少的钱 买名牌商品 因此价格低的假货 对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赵茜陷入了纠结 有心继续坚持只卖真货 却又担心粉丝继续流失 就在这时 一个卖假珠宝首饰的商家 找到了她 寻求合作 商家的产品虽然是假货 外观上却能一价乱真 而且价格只有真货的一半 另外商家还给赵茜 开出了很高的报酬 赵茜很是动心 思来想去决定 尝试卖一次 没想到这次尝试 竟一下子卖出了 几十万的销售额 是平时的好几倍 而事后只有几位客户 怀疑产品有假 赵茜爽快地给对方 退货退钱 没有出现客户投诉 既多赚了钱 又没有被投诉 赵茜尝到了卖假货的甜头 这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开始频繁 跟一些卖假货的商家合作 在向粉丝展示 这些商品的时候 他会事先把商品的 仿冒标签剪掉 扔到垃圾桶里 然后再对粉丝说 是某某品牌的同款 而售价却比同款商品低得多 很多粉丝出于对赵茜的信任 再加上商品价格 确实非常有信力 便买了商品 通过频繁直播卖假货 赵茜和团队拿到了 不菲的提成收入 而为了不被监管机构发现 每次直播完 赵茜都会指示团队 将直播回放删除 事后对于不满意商品的客户 他们也都积极地退货退款 有时还送些小礼品 解量让客户满意 不至于到平台投诉 正当赵茜志得一马的时候 民警进入了他的直播间 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营 赵茜在网上直播卖假货 被民警当场抓获 面对确凿的证据 他不得不承认卖假货的事实 可是赵茜卖假货 从未收到过客户投诉 民警又是怎么知道 赵茜卖假货的呢 原来赵茜的直播 被品牌服装店的老板看到了 在看到赵茜以不足一半的价格 销售本店同款商品的时候 他顿时起了疑心 不但录播了赵茜的直播视频 还买了一件同款商品 等商品到货之后 再与本店商品做对比 确认赵茜销售的是假冒商品后 该老板立即报了警 并拿出了证据 民警在确认了赵茜卖假货之后 上门将其抓获 警方经调查发现 有20多个制假受假的商家 在与赵茜合作 赵茜及其团队 在2020年3月至8月期间 通过在电商直播平台 以直播方式 为商家营销假冒品牌的 服装 饰品 手表等商品 销售额近200万元 获利约40万元 随后赵茜及其5名团队成员 均被检察院以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提起公诉 在法庭上赵茜辩解说 假冒的商品并不是他生产的 他只是在直播间帮助来介绍这些商品 真正售卖假货的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商家 所以他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那么赵茜和他的团队成员 到底有没有犯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 程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君律师 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好的 我们先了解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这个概念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是指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行为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虽然自己本身并没有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但其行为使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直接流向了消费者 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在经济上支持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犯罪分子 使犯罪分子心理上得到了强化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之一 本罪简单的说 就是将他人的注册商标 在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 使用到同样的商品上并进行销售 我们回到本案中 赵倩和团队明知推销的商品 是假冒名牌产品 仍进行网络销售 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使用权 也欺骗了消费者 因此赵倩和团队成员的行为 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好的 谢谢管律师的解读 最终法院判决赵倩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对于赵倩团队的五名成员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三年不等 罚金五千至五万元不等 收到判决 赵倩傻了眼 没想到自己一时财迷心窍 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真是悔不当初 现如今直播带货风生水起 一些不法愤死也将目光描向这里 例如阿里一中的网美 为了赚快钱冒充主播 骗取商家的直播保证金 最后被判刑 还有阿里二中的赵倩 竟组建团队铤而走险 贩卖假货 最后一起被判刑 在此也提醒各位商家和消费者 要小心直播带货的诈骗新形式 以免上当受骗 同时也提醒各位带货主播 支假 售假犯法 货真价实 才是长久经营之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男子一心想成为专业演员 不想却陷入圈套 原来啊 马强这几个人 根本就是骗子 另一男子跟网恋女友见面之后 却发现被骗 女友竟是骗子雇来的 就是为了骗网友的钱 两起案件主人公都因网络诈骗 而人才受损 到底该如何避免网络诈骗呢 梦碎贪念 下期播出